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的 就是在画面当中 这个APP的logo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这是抖音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 可能你是代表 你大概年纪有一点了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会下载这个抖音的 有一名网友就在PTT发文就问 说中国大陆的国台办的发言人 朱凤莲曾经说 台湾KTV点播排行榜的前十名 有一半都是大陆歌曲 所以朱凤莲认为 这是两岸青年在网络时代 独特的交流方式 所以他就问 就是好奇问大家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就引发了在网络上的一片讨论 那有网友也就真的贴出了 钱贵KTV 在台湾这边非常有名的钱贵KTV 国语歌曲点播排行榜 发现到抖音上面歌曲 是包办了前六名 所以就一片哀声 就说台湾的娱乐圈已死 好 其实抖音的歌曲 不只是在台湾的KTV 你知道华人世界 全球华人的KTV 据点其实都可以 因为现在都用下载的 不是像以前是说 用什么录音的录音带 或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载具 怎么看抖音现在在全球 包括台湾在内的商业跟文化战略 我先请教一下周老师 好 其实抖音的确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 就是说 为什么抖音上的歌曲会这么红 基本上大概可以从技术上来看 抖音的特殊性 第一个 抖音 因为它在宣传它这个影片 或者说它在散布它的影片的时候 比方我们一般YouTube 我们用的是订阅数 如果你订阅数大 你这个影片一出来 那马上很多人就可以看到 可是抖音它没有这个 根据订阅数来的 就所有的影片一开始上架 都一样的地位 它完全是看你的浏览的时间 看留言 甚至看你按赞 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任何一个素人 都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 跟所谓的红明星大咖 占有平等的地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就是在于说 抖音它有很多的这种应用程式 所以你从这个配音 选配的歌曲 然后你从这个特效的技术 滤镜 你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剪接 甚至剪接的工具在上面都有 我发现这个网友的创作力很惊人 非常惊人 后制包括上次 加音乐 加音效 这是完全能够去 而且是在这么短的一个视频的时间当中 就能够抓住你的眼球 然后所以你看 像它有这种所谓短影片瀑布 就是你被动的 必须要看很多很多的短影片 然后每一个影片15秒 所以那歌就变成是要走迷音化 15秒内你要传递出一个 让大家非常能够印象深刻的东西 所以这当然也是抖音特色 所以现在不只是台湾 包括像美国 他也有因为抖音而红的 像那个纳斯小子 那像大陆的这个王静雯 所以像台湾的告武人 他也在这个抖音上很红 不只是大陆的这些创作者用抖音 其实各国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创作者 也都可以使用抖音 对 包括我刚刚讲美国的 所以其实抖音变成是一个 特别是素人要出名 然后成就他的这个名气 一个大家都喜爱的平台 抖音其实除了歌曲之外 当然它是影音的一个平台 所以包括歌曲 还有最近夯到一个不行的 这个抖音上面的舞蹈 这个名字叫做科目三 我看到的时候 我赶快去查了一下 科目三这个风潮 最近真的是火到不行 吹到台湾来了 据说是从广西开始红起来的 因为在广西这边 传说这个有三件事情 是年轻人要做的 唱山歌 吃缩粉 还有跳舞 那当然抖音呢 其实在前一阵子最夯的 包括也流到台湾来这边 就是我姓石的那首歌曲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 那总之在抖音 或说他的海外版TikTok 都可以看到很多 不只是台湾 而且包括很多国家的年轻人 都拍摄短视频 那当然讲到这个科目三 连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最近也看到他的跟风 拍了这个科目三 科目三这个舞蹈 刚才讲说 其实从广西出来的 两岸网络就因此传出了 一个所谓的舞统台湾 舞是这个舞蹈的舞 流畅的舞步 再加上配合洗脑的音乐 现在你去查这科目三的话 你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 总观看人数超过了一亿次 那当然这个科目三不只是 台湾的年轻人在 就是创作自己的这个舞蹈 跟着这个上面的舞蹈来跳 包括国外也是 所以某种程度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流行文化的年轻人之间的 这种交流 那对于交流这件事情 尤其是年轻人 两岸年轻人的交流 如果朝这样一个方向来看的话 难道不好吗 那个是一个基本上 就是用网络的年轻人 我觉得假如说认为什么武统的话 那也反应带过了 我可能年纪在这边相对之中 我比较老 我们这一辈子 应该用的比我们更平凡 不是 我们这一辈子 不知道历经过多少 这些流行的风潮 那个以前的Beatles的时候 那个流行起来多的 对不对 那个以前播那个什么 余光的这个就是说热门音乐 这个叫做Tom Jones的时候 大家还齐齐以为 伤风败足迷迷之音 好 讲近一点好了 十年前那个江南style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全 对啊 全街都在那边跳骑马舞 对不对 再往远前就救灾心夜 那个是救灾心夜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天天来 几乎天天可以听到五六十字 假如还说大陆来了 小苹果不得更流行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说是因为某一个 这个短暂的社会现象 然后大家觉得这样子就要流行 这个流行起来呜呜就下去了 你能够长远很久很久 那个要很长很长 对不对 你想想看这个就是 这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还没有过世之前 她这个就是登基50周年 Golden Jubilee 对不对 那个时候唱的最流行的歌 就是黑剧 那个已经变成了 就英国的象征跟符号 我们来看看这个江南style 会不会变成韩国 就是20年后还有谁记得 对不对 就跟今天的柯木山可能五年之后 谁要再也要记不得 所以不要把它赋予政治意涵 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年轻人其实跟流行 这是很正常 我们都年轻过 但是如果年轻人 比如说你现在说 我不同意 因为你还很年轻 谢谢 不过我们讲年轻 就是讲流行文化 这种事情的话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看到 年轻人是跟 就是在台湾这边 比如说哈韩哈日 以前就想说韩流 但是现在如果是华人自己可以创作自己的作品 如果能够创造华流 让韩国人也来跟风 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可是现在对美国来说 他们会紧盯着抖音的海外版 就是TikTok 然后特别对TikTok来施压 美方的理由是说 因为抖音协助中国大陆政府 搜集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 所以要求抖音的母公司 就是字节跳动 必须要出售股权 否则就要寄出处罚 美国国安局的网络安全部门主管 也批评说 抖音是中国政府的特洛伊木马 用特洛伊木马来形容 当然这个敌对性的意味很强 可是你看到是美国越是打压抖音 可是抖音在网络上是越来越受欢迎 这件事情怎么看 还有一件事情 尤老师我想请教 收集个资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不管是抖音 我们甚至是去Instagram 他在一开始登录之前 都会要求我们要先填入一些个人资料 所以难道其他的app 就没有收集个资这种事吗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美国会指称抖音收集个资 收集美国人的个资 或者是放大收集个资这样的一个议题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就是在美中斗争的一个逻辑下面 美国也希望能够去多争取一些 跟中国大陆博弈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那所以抖音你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市场性 或者很多的一个美国的使用者在用 那他当然认为就是说 我今天朝抖音去做一定程度的限制 或琢磨来讲的话 你中国大陆如果有反应的话 我就能够跟你在这一块 去争取我的一个博弈筹码 我觉得它还是美中对抗的一个逻辑 但是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影音串流的一个时代 你去用这种传统围堵的一种老梗的一个方法来讲 其实我觉得它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限制 一般的逻辑就是说 你越限制我越要用 因为我好奇心就被你吊起来了 那所以现在影音串流 它就是一个世界大潮流大趋势 你如果不敢上这个潮流趋势来讲的话 你就low了 你就过时了 那所以就现今年轻族群来讲的话 它当然对TikTok趋之若鹜 因为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影音串流的一个时代 而且大家在使用社群的一个使用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完全被制约了 因为坦白讲就是说 即便被制约那又合法 因为毕竟这个社群的一个使用 包括TikTok的使用来讲的话 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你生活压力那么大 那你滑一滑TikTok帮你抒压其实也蛮好的 或许是或者是包括很多年轻族群 他喜欢去做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短影音 用他内建相关的一些软体 去建构他自己喜欢的一些影片 有梗去凸显成就感 也没有什么不好 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这个部分来讲话 也能够创造时代潮流或新的话题 像何鲁兄您刚刚所讲的一个 我姓石那个抖音的一个神曲 郭董就拿来用了 变成我姓郭 霸道总裁的传说 犹如猛虎下山坡 没人赚钱比我多 带你赚钱不啰嗦吗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就要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流行话题 这个就是有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有梗的一些相关操作 你要用围堵的一种老梗的一个方法 要去禁止 比如说美国限制官方不能使用 或是台湾限制政府单位 不能使用抖音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还是违反 这整个影音串流时代的一个操作逻辑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你即便禁止了TikTok 禁止了抖音 但是抖音的影片 在影音串流时代里面来讲的话 他YT也可以看得到 他FB也可以看得到 他IG所有的社群上面 影音平台上面 他都可以看到 所以禁无可禁 所以我才觉得就是说 你不了解影音串流时代 相关的一些相关的特色 你只能用传统老梗的一个方法来讲话 其实我觉得是事倍功半 所以当美国行政部门 当时宣布说要禁抖音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是挑出来反对 还自己录音录影 是说反对政府 当然除了说他们不同意 他们的创作力可能被扼杀 这个考量之外 当然还包括一些商业考量 除了抖音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款 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年轻人下载 而且使用的 号称是网红制造机 中国版IG 就是Instagram的中国社群平台 也就是小红书 那他的人气在台湾的Z世代的群体里面 也是非常的高 远见杂志就特别分析了 这个小红书的吸引力 特别就强调说 最主要小红书是能够让年轻人 透过他们的平台去变现 这扯到了商业 小红书上面的变现模式 有非常多种 除了众所周知 像是广告合作 知识付费 电商变现等等 可是台湾年轻人 其实已经用IG了 脸书现在比较少用 大部分都是年长者 长辈们在用 你正强的我好难过 我也在用 所以我也是长辈 但是为什么年轻人 会改用对岸的小红书呢 周老师您的观察 主要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跟刚才前面讲的抖音 也很类似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平等的平台 所以对于素人来说 它很容易使用 它很多功能 所以让你很快的 可以把你的内容伸出来 好操作上手 对 那当然小红书 又有一些特色 比如像小红书的用户里头 85%是女性 那所以说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的用户里头 主要是集中在18到24岁 那Instagram 它主要在24到34岁 25到35之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用户的年龄是偏低的 那这当然也就是 因为牵涉到 它的功能比较好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可以有 这个所谓的 这个比较完整的 比较广泛的这种 所谓的自动提供的内容 就说假如比方说 它举个例子是说 比如像你用的是 假如说这个 你输入的是彩妆 它可能就把其他的一些 装扮所需要的东西 都会出来 那比较不是像 这个Instagram 它是用单一主题搜寻 它比较多元主题搜寻 就是相关的主题 都会一次的带给你 那当然这也牵涉到 它有个所谓贴文标签 所以像Instagram 一般来讲是你 越多人浏览的这个内容 它就越容易被你看到 被其他人看到 但是 就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对对对 但小红书比较不是这样 它会根据你的贴文标签 所以你还是有机会被看到 所以你看它跟抖音 有一个同样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它都可以让素人 很快在这里头出头 然后去抖音 这个小红书里头 它主要内容 七成是来自素人 不是专业用户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功能的关系 让更多人愿意进来 这是一个人人都是狗仔队 各个都开自媒体的时代 人人接媒体 对 以前我们很怕 我们有什么东西 贴到网路上被人家看 现在是东西贴到网路上 怕别人看不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有很多面对 现代科技的思维 确实应该要调整 其实美国政府嘴巴上讲说 对于TikTok是好像这个 就是说要去查境它 可是美国陆军是首一胎 说我们要招募 去年最好的状况 就是在TikTok 军方还在用TikTok 不是 我用TikTok来做广告 结果发现是最好 结果美国陆军刚讲完 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讲说 是啊 我们也是用TikTok 来做招募广告 所以很多东西 就是官方的说法 就是主管单位的说法是一次 但是真正的应用者的话 无眼佛倦 OK 牛老师从广告的角度来看 小红书还有哪些 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小红书跟IG 其实非常非常类似 但就是小红书 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小红书它有商城 它商城来讲的话 就是购物平台 就是电商平台 然后它也会跟 就是小红书里面的 相关领域产品的网红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种合作 去推销商品 所以等于说网红又有多了一个相关变现的机会 另外来讲话 小红书它还有一个教程的概念 包交包会 一分钟由该领域里面的网红 来教你彩妆 或是教你编头发 它是一个一分钟里面 它把这样的一个教程都给它秀出来 所以你越听大众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去不断的去了解 你只要follow这个网红你就可以了解特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对于这些使用者来讲的话 他当然就觉得就是说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利基嘛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教程也好 或者是商城去跟小红书里面的网红去做合作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跟IG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区别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就是说年轻的女生 他很喜欢用小红书 还是有因为里面它包括整个穿搭或者是彩妆 或者是比如说美食旅游等等相关的一些资讯 特别特别的一些丰富 加上刚刚郑东教授所讲的一些 比如说你今天hashtag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贴文 它会延伸把周边的东西都切进来嘛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 如果你今天喜欢 如果你今天使用这样的一个社群平台 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服务的提供 能够满足你需求来讲的话 你的粘着度 这个使用者对于该平台的一个粘着度 就越来越强 变成他的一个忠诚的一个客户 铁粉的概念或是金粉的一个概念 而他也能够去借由这些大流量 去延伸出更多服务相关的一些内容 有关小红书我特别看了一篇分析 就是大陆一位青年学者贾选 您刚刚特别听卓老师讲说 他现在在台湾还念博士班 他是从香港来 然后在台湾念博士班 那特别他在台海研究这个篇幅上面 就发表了一个论文 说这个研究小红书 对于台湾Z世代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他特别点到了台湾的年轻人 专注在小红书的高品质内容 不受两岸意识形态分歧的干扰和影响 反而让两岸的年轻人可以找到共同话题 逐渐融为一体而成为两岸融合 不是样板的样板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 小红书还是有它的正面价值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